由作曲家雷震邦谱曲乔宇作词的音乐电影《刘三姐》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问世以来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影片中许多经典唱段至今广为传唱 日前为了创编民族歌剧《刘三姐》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戴队 雷震邦的女儿作曲家雷雷担任作曲 词作家易鸣出任编剧组成的主创团队 赶赴桂林进行采风创作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3月27号 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歌剧刘三姐采风团 登上了从桂林到杨硕的游传 一行人中有作曲家雷雷 词作家易鸣 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田燕等12名主创人员 雷雷小时候记不清有多少次 看过父亲谱曲的电影《刘三姐》 却是50年来第一次来到刘三姐的故乡桂林 电影《刘三姐》创作始于1959年 在广西采风的乔宇发现了非常丰富的民歌资源 尤其以彩调剧刘三姐 给她的印象最为深刻 她和导演苏李用了12天写好的剧本 又邀请作曲家雷震邦加入了创作 历经三个年头的创作 1961年电影《刘三姐》在全国供应引起轰动 被称为人美歌美景美的三美佳作 有了当地人对彩调剧《刘三姐》的喜爱 有了全国观众对电影《刘三姐》的认可 怎样用民族歌剧的形式 让刘三姐的故事有更大范围的传播呢 作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帮扶的桂林市 也希望借助这部歌剧的创作 提升程序的文化形象 桂林市我们也是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包括从自趣层面 已经把刘三姐已经列为我们自趣今年的 一个重点的文化精品项目了 虽然身边有山水假天下的迷人美景 采风团成员的心思 更多的还是在民族歌剧《刘三姐》的创作 能让这个年轻人年龄化能够更宽一点 不是所谓歌剧老师四五十岁的人在看 从电影和原来的歌舞剧到 在剧情方面已经很成熟 破绽很少 词作家一鸣和雷雷是夫妻 他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片尾曲《好汉歌》 《大宅门》的片尾曲的词作者 而夫妻二人联手创作的《好人一生平安》 更是广为传唱的电视剧插曲 他们在合作完成了歌剧《冰山上的来客》之后 应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约情 再度携手加入民族歌剧《刘三姐》的创作当中 词作家一鸣已经六十五岁了 因为患有高血压 平日还要照顾九十多岁的岳母 近些年出差的事尽量不安排 这次为了创作歌剧《刘三姐》 她和雷雷一起来到了桂林 作为年度重点创作剧目 中国歌剧舞剧院和桂林市 给采风创作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 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点 桂林民族特色的村镇 和能够展示桂林深厚文化的历史遗产 都在采风团的行程里 和以往到这些地方上的采风 还不太一样 它有它的严肃性 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自然景观 另外呢 意外发现还有很多人文景观 它体现了这座城市啊 不仅山美水美 还有很深厚的文化礼遇 所以这样呢 它才有可能产生 像刘三姐这样的人物 这些优美的山歌 中国歌剧舞剧院陶城院长 忙完北京的工作 第二天赶到了桂林 这是橡皮山啊 这是月亮起来 而导演蔡维曼 则一直等到歌剧《焦育录》 演出完后赶来 采风团成员到齐后 大家一起参加了桂林市组织的座谈会 来自当地的彩调剧演员和编剧 民族学者和演艺界人士 一起来为民族歌剧刘三姐的创作 出谋划策 听到这个三个调以后 我就特别想到 我们那些美方的那种歌调 我参与了他们的这些讨论 到最终还是没有排成 我们用彩调或者是民族的东西 这种元素 可以大胆地发挥 一句话好听就行 听专家建议说艺术构思 一天的座谈下来 桃城院长觉得这次歌剧刘三姐的项目抓对了 从我父亲创作刘三姐到这儿 已经整整55年了 当地的这些作者 他们其实对刘三姐也有一个特别美好的 把它继续推到观众的眼前的这么一个愿望 我们集中到精兵强将 把这个民族歌剧 首先是在继承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结合当代人的审美的需求 把刘三姐以一个崭新的形象 再向国人进行一个展现 实际上很明确了 实际上呢 在3月29号晚上 歌剧刘三姐的主创团队 在驻地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 对大刚创作 人物造型和舞美等方面 进行了专业方面的讨论 基本确定了作曲的方向 我就想是不是还是用这种 向经典致敬的这个精神 因为这些民歌呢 又是广西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精品 所以呢我就想 我们还是做一个绿叶 用现代的手段和歌剧的 各种的表现形式 来把刘三姐展现在舞台上 我们肯定不是简单的重复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要提升 在无论是在和声 在配器 意识表达方面 包括声关键的使用方面 展现的手段方面 一定是要用最时尚 最前沿的手法 让它更加就是符合 现代人的一种审美需求 如何让民族歌剧 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进一步升华民族经典的时代主题 成为摆在歌剧 刘三姐主创团队面前的新课题 作曲家雷雷说 深入民间 扎根生活 让创作有源头 有底气 我们共同期待 这部民族经典的新篇章 早日问世 在订阅中